來到農年想財運好的朋友 就要留心兩個方位 一個是西南邊九指喜慶星道的位置 九指是一個當旺的財星來到九運 這個星本身是熟火的 木火雙生我們放植物就最理想 又或者放一些紅色的東西 都會令自己的財運好一點 所謂財不入烏門 這個位置盡量就不要放一些髒衣 或者雜物在這裡 另外如果要偏財運好一點 就要留心東北方 東北仍然是一個所謂綠白這個星 這個是一個偏財的星 如果你有投資股票的習慣的話 都要趨往這個星 最好放一些皮憂 又或者象徵財運的東西 那就自然財源滾滾